完善政务、商务、法律等方面的配套措施 营造良好的人居产业环境 使日韩两国投资迅速向交通半岛急剧 第一是大企业、大项目明显增多 第二是为之配套的中小企业 从集团式跟进的势头明显增强 凸现了半岛制热级地的吸引力 今年前9个月江苏省协议吸引外资200万美元 超过200万美元 比去年同期高出50万美元以上 今年1到9月 机床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的迅猛发展 功不可没 各位观众 这里是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新建年产10万台发动机的生产车间 现在工人们正在对这里的生产线 进行最后的调试 再过十几天 这里的生产线就可以投入试生产 据介绍 生产线投产后 现代汽车的发动机将实现本土化生产 从组建合资公司到目前重压 焊接 涂装 总装等生产线 全部投产运营 北京现代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 目前为北京现代配套的几十家零物件企业 正在加进的建设中 预计在明年建成投产后 那么以现代汽车为产业链的 整个这块汽车形成近四百亿元的工业产值 在现代汽车的带动下 整个北京汽车产业都加快了调整改造的步伐 形成了轿车 运动车和商用车三足鼎立的发展新格局 今年一举扭转了连续多年的亏损局面 成为北京发展最快的产业 据统计 一到三季度 北京经济克服重重困难 保持了10%的增长速度 其中工业比去年同期增长12.5% 9月份的工业增加值近87亿元 创造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现代制造业的其他的领域 比如说光机电 一体化 生物工程西药等 这项的高新技术产业也都获得了较高的增长 根据规划 汽车制造业 微电子产业 光机电一体化和生物工程 新医药四大产业 将是北京振兴现代制造业的重点发展产业 预计未来几年 北京现代制造业仍将保持强劲发展石头 今天 北方大部分地区继续经历着秋雨寒风的 四度经历了入秋以来最冷的一天 在郑州街头 五级大风将树叶刮落一地 过往行人纷纷竖起衣领 以躲避刺骨的寒冷 黑龙江的大庆 依春 牡丹江等城市 和甘肃的部分地区 比往年提前了五到十天开始供暖 由于冷空气和天文大潮的共同影响 渤海海面今天刮起了六到七级大风 河北苍州沿海地区遭到风暴潮的袭击 部分电力通讯设施受损 预计明天这一地区的最高潮位将达到六米 有关部门应做好防潮准备 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显示 目前这股较强冷空气的前锋 已经到达了江南中部一带 江南 华南等地从今晚开始 小广播中战士带病坚持训练的表扬稿也消失了 而在八小时内 官兵们在不损伤身体健康的基础上 追求训练效益 提高训练质量 已成为自觉行动 自兵式部队的基础 凡是小的战士 一切为了战士 努力带好战士 那么部队呢 建设的根基才能真正牢固 今天由卫生部 总后卫生部 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 送医送药送知识三下乡活动 来到宁夏回租自治区 六盘山下的彭阳县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向传染病开展 一大早 十里八乡的群众就赶到疫诊现场 彭阳县是我国肝炎高发地区 由于医疗条件落后等原因 乙肝病毒的传播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这次医疗队为前来疫诊的孩子 免费咽血化验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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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买入口水中央区